央视的篮球公园对于赵锐报道新疆队以及新疆队新赛季的备战做了一期专期节目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赵锐说了一下自己亚运会之后身体的恢复状况 赵锐也回应了在这个夏天他和周琦互换冬甲这件事 他说他在夏天专心的在准备世界杯的比赛并没有关注这件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自己的参与也不多 非常感谢新疆南岚选择了自己 时间很短很紧张 然后一下就确定了这个事 因为其实我没有过多的去参与 因为那个时间我准备世界杯的比赛 所以说我没有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些事业当中 因为我觉得他会分散我的注意力 对所以说这个事情也是怎么说呢 就比较巧吧对然后也是只能说是比较有缘分 然后也是感谢这个新疆往会这个俱乐部 都能给我一个机会吧对去选择我 然后我也是比较期待来到这个新的队伍 然后这样的接受这些一种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挑战吧 对 2月10月13号才来到新疆队 所以磨合的时间特别短 他也谈到了对于新疆队他的融入的看法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一个新的队员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一个新的团队当中可能会面临着比较生疏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来到这边的话其实不会 因为我说了跟大家比较熟 他们也是始终把我就是虽然说我是第一次跟他们当队友 但是他们始终是把我就是当成了甚至是好几年的队友在一起相处 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我就会觉得非常开心嘛 然后大家在一起啊 平时生活啊包括训练啊 能感受到那个那个氛围吧 对 阿布图沙拉木说他和赵瑞是U19的时候认识的 后来在国家红队蓝队以及国家队的比赛中都做过队友 所以是非常熟悉的 从赵瑞是最早是从U19集训我们就开始在一起合作了 中间也有包括国家红队啊国家队也有很多的合作 然后我觉得他很强吧 每年我们跟宏远打比赛我觉得他都会让我们头疼 然后很高兴现在我们可以在CV的这个舞台和平台上可以一起合作 在谈到是否能够适应乌鲁木齐的气候的时候 赵瑞说我本来就是个北方的孩子 怎么能不适应北方呢 而在谈到这个赛季的目标的时候 球标指导则非常的低调说 球队首先的目标是杀进气候赛 再去争取最好的成绩 赵瑞也谈了自己对于新赛季的目标 而作为队长的阿布杜莎拉姆说 这个赛季他们要把新疆南篮过去两个赛季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说的非常的霸气 其实每年对于我自己和球队来说都是有一个很高的期望的 我觉得因为有期望才会有动力 然后今年可能像我之前说的 有很多队员的补充 然后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折服了那么多赛季之后 我觉得我们也是应该要去把我们之前失去的一些东西给夺回来